作詞・作曲 李立比書二章一至十一節 所以,在基督女若有任何勸勉,若有任何愛心的安慰,若有任何聖靈的團契,若有任何慈悲連吻, 你們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樂得以滿足。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及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勞博的形象,成為人的樣色。 既有人的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把他聲為最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室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迎。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要給父神。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節。 煩勞苦擔重膽的人都到我這里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附我的握,向我學習。 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我的淡子是輕省的。 好,今天我的題目是菲利比書。 今天的題目是菲利比書。 這個二就是講到第二次了。 這個是講到第二次了。 今天我特別重點講到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今天重點講到以基督的心為心。 第一次在去年一月二十號,那個主要講的。 第一次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號,那個主日說。 開始另外一個書卷。 也是開始另外一個書卷。 特別講到保羅十三卷書裡面,其中一個卷就是菲利比書。 特別講到保羅書信十三卷書的其中一卷是菲利比書。 如果你覺得太久了,不要記得。 如果你覺得太久了,不記得。 第一次講過什麼? 第一次說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我個人的講道網頁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牧師個人的講道網頁可以看到的。 或者你說第二次講完之後,會有一個小冊子拿一本回去看一下。 不過我想給一些重溫的背景。 不過牧師也想給一些重溫的背景。 菲利比,其實是一個城市的名稱。 在今天希臘的雅典那裡。 是在今天的西列的雅典裡面。 在雅典的北邊。 在雅典的北邊。 當時呢,菲利比,在這個保羅的時代。 當時在保羅的時代。 那一帶呢,其實叫做馬其頓。 那一帶是叫做馬其頓。 保羅出去傳道。 保羅出去傳道。 其實他是聽到這個馬其頓呼聲。 他是聽到了馬其頓呼聲。 保羅去到當時的菲利比這個地方。 保羅去到當時的菲利比這個地方。 是他第二次旅行報導的時候去的。 是他第二次旅行報導的收據。 好像今天那些人去宣教這樣。 就像今天我們去宣教一樣。 大概他耶穌降生之後五十到五十二年的時候。 在耶穌降生五十到五十二年的時候。 他就去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是離開今天有一千九百多年前。 保羅和希拉當天去了菲利比。 保羅和希拉當時去了菲利比。 他去的目的是為了全福音。 因此他就在一個安息日, 就好像今天一樣星期日的時候。 因此他就在像今天一樣安息日的時候。 他在城內找一下有沒有機會。 他在河邊那裡。 他在河邊的時候。 看到一幫的婦女在那裡來舉行祈禱會。 他看到一幫的婦女在那邊舉行禱告會。 那幫婦女其實就是從, 應該從耶路撒冷那裡過去的那個地方。 那幫婦女是應該從耶路撒冷那邊來的。 他們是相信猶太教的。 他們是相信猶太教的。 他在那裡祈禱。 他在當中禱告。 保羅說可不可以跟你講道啊。 保羅就問他們能不能給他們講道。 結果呢, 保羅真的跟他們講道。 結果保羅真的給他們講道。 帶領了當時裡面一個賣紫色布的女人。 結果帶領了當時一個賣紫色布的女人。 當時賣紫色布應該是一個挺好的生意。 當時賣紫色的布是一個很好的生意。 因為紫色布應該是上樓社屋的人穿的衣服的顏色。 因為紫色是當時上樓社會的人穿的衣服的顏色。 保羅帶領了這個賣紫色布的女子。 貼到女底亞相信了耶穌。 他帶領了這位女子去相信了耶穌。 他帶領了這位女子去相信了耶穌。 換了一句話說就是從猶太教相信了基督教。 開始了家庭聚會。 慢慢呢,就在那裡成立了教會。 所以叫做菲利比教會。 每次我們教會, 超超都由家庭聚會查經班開始。 也跟我們教會很像。 也是剛從家庭聚會查經班開始。 今天有華人恩典教會。 菲利比教會。 可以為保羅成立的第一間在歐洲的教會。 菲利比教會是保羅在歐洲成立的第一家教會。 如果你看《士臺言傳》第十六章。 如果你看《士徒情傳》第十六章。 就可以看到保羅和希拉去到那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保羅和希拉去到那個地方。 怎麼樣傳福音的經過。 怎麼樣去傳福音的經過。 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得見的。 保羅成立了菲利比教會以後。 保羅成立了菲利比教會以後。 沒有多久他就離開了。 他繼續他的旅行報道。 他繼續他的旅行報道。 十年之後。 十年之後。 換句話說, 在主耶穌降生之後六十到六十二年。 就是說主耶穌降生之後六十到六十二年。 菲利比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 就是知道保羅原來被拉去坐牢。 原來保羅被拉去坐牢。 在羅馬那裡坐牢。 在羅馬那裡坐牢。 所以菲利比教會的弟兄姊妹很關心保羅。 所以菲利比教會的弟兄姊妹很關心保羅。 剛才你讀的。 我們在啟應的時候讀的那個菲利比書第二章十九節。 剛才在起因的時候讀的菲利比書二章十九節。 我們有講到原來呢。 菲利比教會裡面派以巴伏提。 當時有說到菲利比教會派了以巴伏提。 帶著禮物。 帶著禮物。 去到羅馬監入裡面探保羅。 去了那個羅馬的監獄裡面去看保羅。 保羅好多謝他們。 保羅很謝謝他們。 雖然他坐牢。 雖然他在坐牢。 他仍然呢。 要講出他自己的心境。 但是還是想說出他自己的心境。 並特意因著現在菲利比教會的情況。 還側意因著當時菲利比的情況。 寫了一封信。 吩咐以巴伏提帶回去。 吩咐以巴伏提帶回去。 你剛才見到他們講到以巴伏提去了探保羅的時候。 突然間病了。 當時也有提到以巴伏提去探望保羅的時候生病了。 病得很嚴重。 而且病得很嚴重。 但是神黏命。 但是神怜悯了。 他把信件帶回了菲利比。 今天我們就是講這封信。 我們今天就講的是這一封信。 不只是對當日菲利比教會講。 並不是對當時的菲利比教會說。 這是神的話語。 今天同樣對我們講說話。 這也是同樣對我們今天說的。 並不是對菲利比教會說。 今天同樣對華人恩典教會說話。 也是對著我們今天華人恩典基督教會說的。 這封信分了四章。 這封信分為四章。 這封信有四章。 這封信有四章。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菲利比書。 我不清楚你們有沒有看過菲利比書。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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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在這四章經文裡面。 這封信裡面定一個題目。 如果你要在這四章經文裡面去定一個題目。 你會定一個什麼題目呢? 你會定一個什麼題目呢? 啊。 這裡剛才我看見了。 剛才我們也看得到的。 為什麼會定這個題目呢? 基督是我的一切。 基督是我們的一切。 這句話可以代表寶羅的心境。 這句話可以代表寶羅的心境。 這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不同的聖經學者。 他讀過菲利比書之後。 我自己讀過以後。 我自己讀過以後。 我都非常有同感。 也非常有同感。 不約而同地說。 不約而同地說。 菲利比書。 菲利比書。 很久要向菲利比的教會等級去說。 寶羅對菲利比弟兄姐妹說。 基督就是我們的一切。 基督就是我的一切。 所以今天基督是我的一切。 所以今天基督是我的一切。 對我們來說就是基督是我們的一切。 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基督是我們的一切。 寶羅可以說出基督是他人生裏面一切的滿足。 寶羅可以說出基督是在人生當中一切的滿足。 甚至他在監獄裡。 他寫這封信的時候。 他鼓勵菲利比教會的信頭。 他鼓勵菲利比教會的信頭。 都應該以基督耶穌是我們人生的滿足。 都要以基督耶穌為我們人生的滿足。 所以今天教會的主題都是特別向這邊來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今年教會的主題也是按這個而定的。 以基督為寶。 以基督為寶。 寶羅的說話來的。 這是寶羅的說話。 因為他一生,他後來他信了耶穌之後。 他的醫生在他信耶穌以後。 他已經丟棄萬事。 他丟棄了萬事。 他加了一個形容詞。 看作糞土。 他加了形容詞看作糞土。 就是不值錢的了。 已經不值錢了。 為要得著基督。 為要得著基督。 你要看到他如何因有耶穌的人生的滿足。 我們可以看見他如何因為有了耶穌而得著耶穌。 並且他又說你勿要傳道。 所以你以傳乎為我們的任務。 要以傳乎因為他的任務。 因為他已經得罪了基督。 因為他得罪了基督。 成為他後來因得罪了基督的緣故要智力要做的事。 這是成為他得著基督以後智力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人問你。 譬如說比書要做什麼題目好呢? 如果人家問你菲利比書要定什麼題目好呢? 基督是我們一切。 基督是我的一切。 譬如說比書的內容是怎樣的呢? 菲利比書的內容是怎樣的呢? 我將會分四次講。 今天第二次了。 我將會分四次講第二次。 我將內容是這樣分的。 我將內容是這樣分的。 第一章。 第一章。 就是以基督的生命為生命。 以基督的生命為生命。 我講過了。 已經講過了。 第二章。 第二章。 就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等一下會繼續講。 二下兩次會講到第三章。 就是以基督的完全為完全。 第四章。 以基督的喜樂為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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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知道。 菲利比書就講這個內容。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想問你。 什麼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什麼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當然你會想到。 不是說將耶穌的心移植到我這裏。 當然不是把耶穌的心移植到自己身上。 耶穌只有一個沒有那麼多的心可以逐個比呢。 耶穌只有一個沒有那麼多心可以讓我們知道。 但是世界的文字都告訴我們。 全世界不論是哪個國家。 但是世界的文字也告訴我們。 無論是世界哪個國家。 心這個字不只代表是器官。 也代表我們的思想。 代表我們的意念。 所以什麼叫以基督的心為心。 什麼叫做以基督的心為心。 就是耶穌基督怎樣想。 我就怎樣想。 意思就是這樣。 有耶穌的心思。 有耶穌的意念。 並且應該持守著。 就是這樣的意思。 耶穌基督怎樣想。 耶穌基督怎樣想。 我就怎樣想。 我就怎樣想。 我怎知道耶穌基督怎樣想。 那我怎麽知道耶穌基督怎麽想。 我只要看圣经就知道耶穌怎麽想。 那就多看圣经就知道耶穌怎麽想了。 教你怎麽思想。 他教導我們怎麽去思想。 但很想你。 我在這次預備的過程裏面。 在這一次預備的過程當中。 我一邊想啊歷代以來。 我一直在想歷代以來。 到底人是以誰為中心的呢? 人到底是以誰為中心呢? 我講到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我說到以基督的心為心。 但歷代以來的人以什麽為中心的呢? 那歷代的人是以什麽為中心呢? 你知不知道。 那你們知道嗎? 其實這是一個變化。 這是一種的變化。 我不知道你現在聽過一個名詞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什麽的時代當中。 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什麽樣的世代裏。 今天你和我們一起生活。 我們大家一起生活。 我們經常都聽到一個的詞語。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一個詞語。 現在我們活在一個後現代的時代。 我們是活在一個後現代的時代。 甚至有人還推行後現代主義。 甚至有人推行後現代主義。 你有沒有聽過後現代這個詞? 有沒有聽過後現代這個詞? 沒有今天聽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今天就聽一下。 我們現在是後現代。 現在我們很流行後現代。 但其實為什麽有後現代呢? 為什麽會有後現代呢? 變成一個變化。 是一個變化。 今天我們叫後現代。 今天我們叫後現代。 原來後現代從那個現代那裏變出來。 後現代是從現代變出來的。 今天我們有後現代主義。 我們今天是後現代主義。 原來後現代主義之前有什麽呢? 後現代主義之前有什麽呢? 這一個現代主義。 就是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之前我告訴你。 是怎麽變出來的? 是怎麽變出來的? 有人叫進出來。 是變出來的。 有人說是進出來。 但是我說是變出來的。 原來是有一個叫前。 現在的人叫他做的。 叫前現代主義在那裏變出來的。 是從前現代主義變出來的。 是從前現代主義變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帶出三個主義。 所以今天帶出三個主義。 前現代主義。 前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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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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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會提到這些呢? 為什麽會提到這些呢? 我告訴你我也做過一些的搜集。 牧師也做過一些的搜查。 我也看過一些的書。 你看過一些的書。 我就是歸納。 歷代以來的人到底以誰為中心呢? 可以告訴大家前現代主義。 可以告訴大家前現代主義。 當然我現在講的是西方社會的事。 現在說的是西方社會的事。 我們有一個英文字叫Premodernism。 有一個英文字叫Premodernism。 那時候的人是以神為中心的。 當時的人是以神為中心。 因為我看那些書裏告訴他當時的人是以神為中心的。 那些書籍告訴我那些人是以神為中心的。 好,沒錯。 我們今天講的句話。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就像今天所說的以基督的心為心。 前現代主義。 前現代主義。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大概在十七世紀之前的那些人。 大概在十七世紀之前那些人。 十七世紀之前大概應該是一千六百年。 十七世紀之前應該是一千六百年。 一千六百年之前。 一千六百年之前。 即是說是一六零零年。 是說是一六零零年。 啊。 西方人那個一六零零之前的人。 在一六零零之前的人。 西方一般人相信有神。 西方的人都相信有神。 神成為他們一切的標準。 神成為他們一切的標準。 包括道德。 包括道德。 做事的標準。 做事的標準。 所以他們很好認定一句話。 神就是智慧和知識的開端。 他們都很認定一句話。 神就是智慧和知識的開端。 這是真言的話。 如果你對神有信心。 如果你對神有信心。 你依靠祂。 你依靠祂。 努力尋求祂。 努力去尋求祂。 你就能夠正確地明白這個世界。 你就可以正確地明白這個世界。 如果你能夠正確地明白這個世界的話。 如果你可以正確地明白這個世界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看不到的神。 你就可以在這個世界裡面找到這個看不到的神。 如果你這樣看法的話。 如果你是這樣看法的話。 16世紀以前的人。 16世紀之前的人。 或者叫做前現代主義的人。 或者說是前現代主義的人。 他們就是以神為他們的中心。 他們就以神為他們的中心。 今天這個是我自己發展出來的。 今天是我自己所發展出來的。 如果你有些讀過類似你的書。 你說有些不同意。 應該跟我談一下。 沒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讀過類似的書。 不同意的話。 可以跟牧師談一談。 16世紀以前。 16世紀以前。 以神為中心。 好了。 到16世紀以後。 到16世紀以後。 或者說由17世紀開始。 或者說由17世紀開始。 開始的時候呢。 有一個的趨勢。 一路大概去到20世紀的50年代。 大概去到20世紀的50年代。 去到20世紀的50年代。 大概是1950年。 大概是在1950年。 我和你都出生了。 我們都出生了。 這個結束了。 這個現代主義。 這個現代主義結束了。 在這段時間裡面。 在這段時間裡面。 即是說由17世紀中間。 在17世紀當中。 到1950年。 這幾百年的時候裡面。 到1950年。 這幾百年當中。 那個時候裡面呢。 提出一樣東西。 當時提出了一樣事情。 他說呢。 現代我們現在是超過古代的。 他們說現代已經超過了古代。 現在這一代超過前代裡面所想的東西。 我們這一代是超過前一代所想的事情。 比他們強。 後來學者說這個時代叫做現代主義的時代。 所以有學者說那叫現代主義的時代。 在這幾百年的時候。 在這幾百年的時候。 其實人開始懷疑。 其實人開始懷疑。 懷疑教會的權柄。 懷疑教會的權柄。 教會有什麼權柄。 教會有什麼權柄。 開始懷疑教會裡面所定的教義。 開始懷疑教會所定的教義。 開始懷疑教會裡面所定的信條。 也開始懷疑教會所定的信條。 其實間接就是懷疑那位的神。 就是間接地懷疑這位神。 因為教會裡面相信有神。 因為教會是相信有神的。 在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當時裡面那些人。 當時裡面那些人。 又確實呢。 說可以發揮他們的潛質。 也確實非常的聰明。 會發揮他們的潛質。 發揮自己的潛質。 因此他們覺得我們的智慧很強。 因此他們覺得自己的智慧很強。 我們是很聰明。 因為他們很聰明。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特別我告訴你, 去到二十世紀初期, 一九零零到一九三零年的時候。 特別是去到一九零零到一九三零年。 更加這個現代主義泛濫在裡面。 現代主義非常的泛濫。 讓我一直思想的時候, 等於前面我們在香港。 讓我想起以前在香港。 我小時候。 在小時候。 很多人呢, 是怎樣的呢? 很多人怎麼樣呢? 以前香港很多的女士們都會不像現在這樣的頭髮的款式。 以前的女士們的頭髮款式不是這樣嗎? 有些是梳編啊。 還有很多梳梳計啊。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捲起髮頭。 有那些梳計不是好。 知不知道叫做古老的那些。 那些扎頭方法。 是一種古老的扎頭髮的方式。 啊!一見到人家電髮的話。 看到人家電頭髮的話。 啊!你很摩登啊。 就會說哇!你很摩登。 哇!你穿高跟鞋。 你穿高跟鞋。 哎呀!你很摩登啊。 非常的摩登。 哇!你穿裙。 哇!你穿高跟鞋。 你很摩登啊。 你非常的摩登。 摩登這個字。 當時用很多摩登這個字。 我不知道我的接觸是這樣的。 牧師的接觸是這樣的。 在那個年代裡面呢。 哇!很催。 一說你摩登不是在那裡挖苦你。 啊!當時說的摩登並不是在取消你。 哇!你追上潮流。 是說你在追上潮流。 你已經不想要舊這些東西了。 你已經不想要舊這些東西。 發展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發展了很大的地步。 因此呢。 他對各方面舊有的東西呢。 開始質疑。 因此對舊的東西開始有質疑。 現代主義呢。 就拒絕傳統。 現代主義是拒絕傳統。 要在技巧上來創新。 要在技巧上去創新。 不科學做基礎。 要以科學為基礎。 要講求理性的邏輯。 否則不相信。 要講求理性的邏輯。 你實驗給我看看。 要去做實驗。 為什麼當時的現代主義會起得那麼快呢? 為什麼當時的現代主義會起得那麼快呢? 因為稍微讀過書, 你會知道, 原來西方那個時候裡面出了很多的偉人。 很多的專家。 無論在各方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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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藝術。 哲學。 科學。 我舉個例子給你知。 這是幾個例子。 最先那個是誰呢? 最先是什麼呢? 大概是1600年的時候。 有個法國的哲學家叫做迪卡爾。 有個法國的哲學家叫做迪卡爾。 如果你讀過哲學家一定知道。 迪卡爾。 他開始了懷疑論。 他開始了懷疑論。 他在懷疑論裡面總括了一句話。 他在懷疑論裡面總括了一句話。 保持懷疑的態度。 保持懷疑的態度。 是我們思考的一種形式。 是我們思考的一種方式。 所以他當然是懷疑神。 所以他當然是懷疑神。 你講那麼多你都不知道什麼。 說了很多也不知道是什麼。 迪卡爾有一句名句。 迪卡爾有一句名句。 翻譯中文是什麼呢? 翻譯到中文是什麼呢? 故思故我在。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故思故我在。 故思故我在。 意思就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意思就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影響很大的。 影響很大。 。 後來有一個人叫牛津。 後來有一根叫牛津。 後來有一根叫牛津。 牛津你認識了。 牛津大家都認識。 我們在香港讀小學一定有這課書的。 大家都認識這個。 講到他怎麼發明都發現了地心吸力。 說到牛津怎麼樣去發現地心吸力。 原來採摩樹下邊。 原來是坐在一棵樹下邊。 有個蘋果掉下來。 從此他就開始在研究了。 從此他就開始研究了。 這位他發明力學員來的。 這位發現力學原理的。 影響今天我們的。 很影響今天的我們的。 是有達爾文。 還有達爾文。 進化論。 的進化論。 都是那個時候的。 他是英國人。 也是當時的英國人。 是有一個哲學家。 譬如我講到一個叫佛洛伊德。 講到了一個哲學家佛羅伊德。 這是一個猶太人來的。 是一個猶太人。 自我的研究。 自我的研究。 他研究他自己是怎樣的。 他研究自己是怎樣的。 其實要對準呢。 要看一下到底你以往相信 以神為中心的東西是否正確。 他是在研究以往我們相信神這件事對不對。 去到近期都不夠一百年。 到近期不到一百年。 有一個哲學家叫尼采。 有一個哲學家叫尼采。 是德國人來的。 是德國人。 我讀過他幾本書。 我也讀過他幾本書。 他振振有詞地說。 他振振有詞地說。 他爸爸是一個牧師。 他爸爸是一個牧師。 神已經死了。 他說神已經死了。 神已經死了。 神已經死了。 再下來的就是愛因斯坦。 接下來就是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他的相對論。 我講的詐人。 全部都是生存在剛才我講的那個年代當中。 剛才說的這些人都是生存在剛才那個時代裡面。 那些人因為他聰明。 因為這些人。 其他人很尊崇他們。 其他很尊崇他們。 很敬仰他們。 很敬仰。 很崇拜他們。 很崇拜他們。 我可以告訴你們那個年代裡面。 我可以告訴你們那個年代裡面。 將前代主義那些。 以神為中心的那個的心態。 慢慢轉變到人為中心。 他們把前現代主義那種。 以神為中心。 和以人為中心。 崇尚那些有成功的人。 他們很崇拜成功的人。 崇尚那些。 那些對整個世界有貢献的人。 他們很崇拜對世界有貢献的人。 當然世界都有進步。 當然世界有進步。 不過你會發覺到這種摩登在改變的時候。 其實對世界有影響。 當然我們發現這種摩登在改變是對世界有影響的。 剛才我說現代主義去到1950年就好像有變了。 剛才說到現代主義去到1950年後有改變。 1950年之後為何會令它變呢? 1950年之後為什麼有改變呢? 原來變的原因。 原來變的原因。 現在人們不再叫自己去摩。 你說你是現代主義者。 你好像落後一點。 他覺得你。 如果你說你現代主義者, 他會覺得你落後了一點。 1950年之後。 1950年之後。 我不說你不知道。 不說你不知道。 他說這次人再不會崇尚那些傑出的人。 人不會再崇拜傑出的人。 開始普遍覺得你落後了。 覺得如果你聰明就你自己聰明吧。 很多人可能是這樣看的。 很多人都這種看法。 他們代之要槍盜的。 代之他們要鼓吹的。 他們要去慈喪的事。 不是去崇拜出色的人。 不再是崇拜出色的人。 那是呢。 他們最嚮往就是人所發明出來的東西。 他們是嚮往人所發明出來的東西。 發明出來的那些新興的事物。 發明了很多新興的事物。 因為這些新興事物其實足以影響到這幾十年代的人。 這些新興的事物可以足以影響幾十年的人。 我給你例子你會知道。 舉一些例子你會知道。 誰是第一次看電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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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第一次看電視是什麼時候的。 我問一個80歲的人。 有沒有人告訴我80歲前。 你說我出生不久。 70年前我看電視。 有沒有一個80歲的人會告訴我們 大概70年前看過電視。 一定沒有。 因為電視是這幾十年的事物。 因為電視是這幾十年的事物。 我記得我看電視的時候應該是1967年左右。 最初應該是黑白的。 當時是黑白電視。 誰是1967年之前都看過彩色電視的。 你舉手告訴我。 誰在1967年之前看過彩色電視的。 請舉手。 你是怎麼看的? 有線的嗎? 是怎麼看的? 再前一點有沒有啊? 在這之前。 沒有啊。 電視是那些年代出來的。 電視是那個年代出來的。 後來有彩色電視。 後來有彩色電視。 一路下的時候, 告訴你, 開始有電腦了。 一路下來後來有電腦。 這些新興的發明, 電腦的軟硬件發明。 電腦的軟件發明。 光纖科技的發達。 光纖科技的發達。 在1950年之後。 到今天。 我告訴你, 人都是受深受這些新的物化的影響。 人都是受這些新的物化影響。 什麼時候都是為了這些新款啊? 現在新款都會按按按按, 就會動了。 新款是觸品的那些。 我的按也都不動的, 因為我國外有夠。 什麼時候要出新的呢? 什麼時候要出新的呢? 很多人都被那些新的事物所控制著。 很多人都被新的事物去控制了。 這些新的科技的影響。 這些新的科技的影響。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以電子遊戲機做例。 比如說電子遊戲機。 我呢,你不相信啊, 我呢就, 真是好像沒看過, 沒曾玩過電子遊戲機。 牧師沒有玩過電子遊戲機。 就算玩過幾分鐘, 是不會再玩了。 可能只是玩了幾分鐘就沒有再玩了。 愛上電視機那些人。 愛上電視機的人。 他們可以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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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長時間的玩。 在房間裡面。 在房間裡。 他不喜歡跟人說笑話。 不喜歡跟人溝通。 也不需要跟人溝通。 也不需要跟人溝通。 因此就在那裡沉迷下去。 甚至年輕人, 媽媽要吃飯的, 你不要吵著我。 甚至媽媽叫她吃飯, 她會跟她說別吵。 不需要睡覺。 不需要睡覺。 以前香港人不睡覺是打麻將的。 以前香港人不睡覺是為了打麻將。 有些好一點, 看射雕英雄團, 所以你都不睡覺。 有一些可能比較好的是看色調英雄。 現在很多人因為玩電之外, 都可以不睡覺。 現在很多人因為玩電, 只有器具不睡覺。 在那個, 裡面一直很長時間的。 在當中長時間的玩。 我告訴你, 會形成了什麼呢? 會形成什麼呢? 你後現代的人。 後現代的人。 形成了就是以自我為中心。 以自我為中心。 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了。 自一個人就好了。 所以我做我自己的事。 因為對著電腦我就可以了。 只要對著電腦就好了。 因此, 如果你慢慢形成了自我做中心的時候。 當我們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它就不會講求什麼的思想。 就不會講求什麼樣的思想。 也不會講理性的發展。 也不會想理性的發展。 只是著重有沒有那個感覺。 只會著重有沒有那種感覺。 你以為有沒有這個feel。 最重要是講feel。 最重要是講感覺。 最重要是好玩。 最重要是好玩。 夠刺激。 夠刺激。 嘩,所以電子在裡面。 嘩,電子在裡面。 嘩,電子在裡面很厲害。 就非常的厲害。 嘩,因為可以飛天遁地。 因為可以飛天遁地。 嘩,可以怎樣? 一槍數個全部死了。 因為可以一槍打過去全部死了。 嘩,是。 非常的威風。 嘩,自我為中心的地步。 其實我叫那個叫做什麼呢? 以自我為中心的地步。 嘩,你常在那個情況裡面其實很刺激。 將自我都神化了。 其實長期在這種情況下就變成把自己神化了。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你會發覺到。 你會發覺到。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 以神為中心。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 轉變了以人為中心。 去到今天後現代主義。 今天我們活在後現代主義的時候。 原來好像我們。 往往我們不察覺到。 我們會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往往會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處於一個自我為中心的社會裡面。 我們處於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 或者說一個時代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認識到什麼? 我們自我為中心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不是只是困在那個房裡面。 打遊戲機啊。 並不是說把自己困在房間裡面。 原來這件事慢慢慢慢的時候。 這種事情慢慢形成的時候。 一路不理不理一路。 一路發展發展。 一路的去發展。 原來形成了你自我為中心。 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 那到底什麼叫自我為中心啊? 什麼是以自我為中心啊? 最簡單的一個是。 最簡單的是。 如果我的湯是熱的話。 如果我的湯是熱的話。 你的湯是應該熱的。 你的湯應該也是熱的。 為什麼你慢慢告訴我那些湯不熱呢? 為什麼你告訴人家這湯不熱呢? 為什麼你告訴人家這湯不熱呢? 我說這個湯都冷的啊。 如果我說湯是冷的。 為什麼你喝到這樣的樣子啊? 為什麼你這個湯不是一樣冷的啊? 為什麼你的湯不是一樣的熱呢? 這是自我為中心的表現。 這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 我的湯是熱的,你的也是熱的。 我的湯是熱的,你的也是熱的。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有些書告訴我們。 有些書告訴我們。 其他人的表現都告訴我們。 有些人的表現也告訴我們。 自我為中心的表現。 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 他多數不會關心別人。 別人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別人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家人都一樣。 甚至家人也一樣。 不會關心。 不會去關心。 不會覺得需要在當中變多一些聯繫。 不覺得需要多一些的聯繫。 以自我為中心。 固執自己的意見。 為我獨尊。 所以你那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去到一個極點。 他永遠在他的字典裏面。 沒有錯這個字。 在他的字典裏面,自己是沒有錯。 為什麼我錯? 自己為什麼會錯呢? 是你沒有改理,所以才會令到我錯。 是因為你沒有改變,所以我才錯。 為我獨尊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但自尊心也很便宜。 自尊心確實很差。 你不可以說他不對。 不可以說他不對。 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人, 自殺率那麼高,跟這些人有關係。 今天自殺率那麼高, 哇,你一說他。 你說他不對。 他做了一些超乎常人的行徑。 他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行徑。 這個就叫做過度防衛。 這叫做過度防衛。 自尊心極強。 自尊心極強。 也有明顯的妒忌心。 也有明顯的妒忌心。 哇,你這麼聰明,我妒忌你,自己又不去追求。 啊,你那麼厲害,我非常地妒忌你,自己也不去追求。 但他又不會說好像以人為中心那些尊重那個人。 但是他卻不會去尊重那個人。 啊,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所以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一定不會主動去幫助人。 一定不會主動去幫助人。 一定不會主動去怜悯人。 也不會主動去怜悯人。 一定會主動去關懷一些人。 也不會主動去關懷別人。 因為他以自我為中心。 啊,我想是你理你的。 啊,我不需要理別人。 我理我自己的。 為什麼人會變得這麼自我為中心呢? 為什麼人會變得那麼以自我為中心呢? 啊,一路變下來。 一路變下來。 啊,一路地變下來。 一路地改變下來。 我思想過程裡面,我告訴你。 思想的過程告訴你。 啊,為什麼由現代以神為中心。 怎麼從前現代以神為中心。 啊,又轉得以人為中心。 改變成以人為中心。 啊,人為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呢? 甚至現在是以自我為中心。 啊,因為他們受了新事物的影響。 啊,因為他們受到新事物的影響。 啊,所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以自我為中心。 但是其實慢慢想。 但是慢慢地想一想。 其實人初初是以神為中心的。 人剛開始是以神為中心的。 其實你再想想, 誰想我們不要以神為中心呢? 是誰想我們不以神為中心呢? 啊,誰想我們要懷疑的神呢? 是誰想我們去懷疑神呢? 啊,很可能我們一直追尋下去。 可能我們一直追尋下去。 就是那個神現在都縱容了他。 神還是到現在容許他。 他仍然在世界裏面掌管著這個世界。 仍然在掌管這個世界。 甚至聖經說他掌管著死權的魔鬼所為。 甚至是聖經裏面所說掌管死權的魔鬼所為。 慢慢慢慢地來了。 我講有道理的。 牧師說的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個世界在創造的時候。 因為這個世界創造的時候。 創世紀第三章。 創世紀第三章。 神造了亞當夏娃之後。 神造了亞當跟夏娃以後。 就對他們說。 有個分辨善惡素的果子你們不要吃。 有個分辨善惡素的果子不要吃。 吃了你們必定會死。 吃了你們必定會死。 給魔鬼化作蛇去到夏娃那裡。 魔鬼化作蛇去到夏娃那裡。 你猜他跟夏娃說什麼? 你猜他跟夏娃說什麼? 創世紀第三章第四、第五章。 創世紀第三章第四、第五章。 蛇對女人說。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 你們不一定死。 他懷疑神啊。 他懷疑神。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 眼睛就明亮。 你們必如神能知善惡。 你們就如神能知善惡。 這裏面靠不靠神? 剛才我所說的話。 這能不能構成剛才所說的話呢? 不單是懷疑神。 不單是懷疑神。 你們吃了之後你們就怎樣? 你們就好像神一樣。 你們吃了以後就像神一樣。 能夠知道善惡。 能夠知道善惡。 將他們變成神化了。 把自己神化了。 原來魔鬼從一開始就希望我們能夠離開這個神。 原來魔鬼一開始就是希望我們能離開神。 你看今天都是這個走勢。 今天還是這樣的走勢。 最近呢。 澳洲都漏得很熱的一個提報。 最近在澳洲有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就是同性戀是否合法化。 就是同性戀是否合法化。 不知道將來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如果你從香港來的, 你會回憶一下一樣東西。 如果你從香港來的, 會回憶到一些事情。 七十年代的香港。 你以為爭取什麼的呢? 大家爭取什麼呢? 同性戀非刑事發。 同性戀非刑事發。 是什麼意思? 七十年代之前如果被人發現你是同性戀的話。 七十年代之前如果被人發現你是同性戀的話。 有證據的話。 有證據的話。 什麼叫刑事發。 什麼叫刑事發。 我可以叫警察抓你兩個回去坐, 是可以告你的。 是可以被控告的。 你是犯罪的。 這是犯罪的。 刑事發嘛。 這是刑事發。 什麼叫刑事發。 你偷了又抓你,這叫刑事發。 如果偷到被抓牢了就是。 你兩個同性戀? 你們兩個同性戀。 我可以叫警察抓你。 可以叫警察去抓你。 七十年代香港就說。 我們要追求。 我們要爭取那些同性戀的人。 我們要非刑事發。 同性戀的人去爭取非刑事發。 意思就是說你見到我們同性戀。 如果你見到我們同性戀。 你不能夠叫警察抓我們。 不可以叫警察抓我們。 因為非刑事發。 因為非刑事發。 你不能抓我。 不可以被抓。 三十年後的今天。 現在不是叫非刑事發。 現在不是叫非刑事發。 要合法化。 現在是合法化。 你牧師要幫我證婚。 我們兩個結婚。 牧師要幫他們證婚。 因為他們要結婚。 不過我告訴你我一定不會做的。 但是可以告訴你我一定不會做。 開始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這個就是。 我也是覺得這個魔鬼當中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開始覺得魔鬼在當中做一些事情。 我只是舉了一些例子。 我只是舉了一些例子。 讓我們離開它。 讓我們離開它。 想說什麼大紅龍。 其實就講到這個魔鬼。 大紅龍說的就是魔鬼。 一開始猜一個蛇來引誘。 剛開始是用一個蛇來引誘。 今天這段時間裡面它好像光明的天使。 今天就像一個光明的天使。 是啊,有些道理。 就似乎有道理。 可能就已經入了它的圈套裡面。 可能就進入了它的圈套。 讓你慢慢懷疑神。 讓你慢慢地去懷疑神。 離開神。 離開神。 以進入它那裡去。 魔鬼到最後它因為老修成路的時候, 以大紅龍的姿態出現。 魔鬼因為惹羞成路以後, 用大紅龍的姿態來出現。 可能這個就是那個進程。 這就是那個進程。 進入今天的圣經裡面。 進入今天的聖經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 哇,原來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而變成了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可能目的就是要引我們離開真道。 目的是為了讓我們離開真道。 不再以神為中心。 不再以神為中心。 《非勒比書第二章第一節》開始說什麼呢?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 正用在我們今天這個時候裡面。 正用在我們今天這個時候裡面。 若有什麼勸勉。 若有什麼勸勉。 是否以自我為中心。 是否以自我為中心。 但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勸勉。 是否以自我為中心。 是否以自我為中心。 我在後現代裡面。 活在後現代裡面。 是否你都一樣是以自我為中心。 是否你們也是用自我為中心。 在基督裡面我們今天以這個成為那個勸勉。 在基督裡面我們用這個成為勸勉。 勸勉我們不應該以自我為中心。 勸勉我們不應該以自我為中心。 因為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因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你一定行不出《非勒比書第二章》 第二到第四節所說的話。 一定行不出《非勒比書第二章》 二節到四節所說的話。 因為第二節到第四節說。 要我們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佛的榮耀。 要我們全謙卑。 要全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更要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多顧別人的事。 也顧別人的事。 我剛才講過。 一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你猜你對回去這樣。 這是不是自我為中心的人的表現。 當我們說到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對比這個是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這個絕對與自我為中心的人的表現呢。 是一個最大的相反。 這絕對是與自我為中心的人是很大的相反。 這裡講到要各人要怎樣。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要顧別人的事。 最起碼這裡說到了。 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覺得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會不會呢? 你覺得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會不會呢? 你覺得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會不會呢? 我不需要理你。 你理我就可以了。 你自己就好了。 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原因? 要不免我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就是不要讓我們自己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第五節跟著說。 所以第五節說。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耶穌怎樣想。 耶穌怎麼想。 我們就應該這樣想。 我們也這樣想。 如果今天我們的想法跟耶穌不同。 如果今天我們的想法跟耶穌不同。 可能進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今天聖經好像告訴我們。 今天聖經告訴我們。 你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你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耶穌怎麼想你要怎麼想。 耶穌怎麼想要怎麼想。 有些寫在這裡的了。 耶穌怎麼想要在聖經裡。 讓我們一起看一下。 我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到底是怎樣的呢? 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今天我們又講過聖經。 不講其他東西。 今天我們說聖經不說別的。 不以自我為中心。 不以自我為中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的人是怎樣的。 以基督的心為心的人是怎樣的。 就是今天經文。 以三樣都足以我們學習。 今天的經文是三樣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第一樣。 第一樣。 如果你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話。 如果你以基督的心為心的話。 你必定存心謙卑。 你必定存心謙卑。 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借助上個禮拜五。 牧師都講過三節。 耶穌講過一個說話的經文。 借助上個禮拜五。 牧師說過關於三個耶穌基督的經文。 耶穌說。 在拜拜五十一章二十九節。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節。 他說我心裡有何欠卑。 我心裡柔和謙卑。 這是耶穌。 他說你們當父的阿。 你們當父我的阿。 學我的樣子。 學我的樣子。 這樣你們的心就必得安心。 這樣你們的心就必得安心。 他在比書第二章第八節。 這位耶穌基督既有人的樣子。 耶穌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 以耶穌的心為心的話。 為什麼? 全心謙卑。 你再看第三節。 凡是不可解僱。 不可貪圖虛佛的榮耀。 只要全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謙卑。 更看到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美國人。 有一個美國人。 這個人叫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和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同年代。 他是跟華盛頓同一個年代。 在那個時候裏面美國獨立宣言, 他都有份參與在當中裏面來寫的。 他有參與美國當時的獨立宣言。 這位富蘭克林。 這位富蘭克林。 其實他是一個政治家。 是一位政治家。 他也是一個發明家。 是一位發明家。 你查一下資料。 原來這個富蘭克林發明了今天我們都在用的鼻雷針。 他是發明了我們現在用的鼻雷針。 還有很多的發明。 這個富蘭克林年輕的時候。 富蘭克林在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他拜訪一個,那個時候還是現代主義。 他當時還是現代主義。 他拜訪一個很成功的一個前輩。 他去拜訪一個很成功的前輩。 他去拜訪一個很成功的前輩。 想像他去學習。 他去拜訪那個時候。 去拜訪的時候。 一進屋。 碰撞出頭。 哇! 就撞到頭很痛。 為什麼會撞到頭呢? 為什麼會撞到頭呢? 原來這個人的房子那個門矮很多。 因為這個人的門很矮。 哇!好痛。 很痛。 哇!當我好痛的時候。 那個探那個人還在笑啊。 當時被看望的人還在笑。 哎呀! 他說你很痛啊。 他說你很痛啊。 撞到頭上去。 他說那麼大力撞上去當然痛啊。 那個人就告訴你。 那個人就告訴他。 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 這個就是你今天探訪我最大的收穫。 這就是今天你探訪我最大的收穫。 我被撞到了還有很大的收穫嗎? 看這個說話影響富蘭克林很大。 但是這句話對富蘭克林的影響很大。 然後那個人就說。 然後那個人就說。 他說如果你低頭的話就平安無事。 如果你低頭的話就平安無事。 特別是那間屋。 特別是進我家。 這裏好像成為一個哲理提醒了富蘭克林。 這就成為了一個哲理去提醒富蘭克林。 低頭你就平安無事。 你低頭就平安無事。 成為了一生的人生的哲學。 就成為他人生的哲學。 低頭就是謙卑。 低頭就是謙卑。 因此他做事以後就是謙卑謙卑。 因此他做事就要謙卑。 一路謙卑謙卑的時候真的平安無事。 一路謙卑的話就會平安無事。 在富蘭克林最後寫的自傳裏面。 在富蘭克林最後寫的自傳裏面。 他說我一生。 本來那個人告訴他, 你今天來探望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撞到頭。 那個人告訴他, 你今天來探望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撞到頭。 原來教他要低頭。 就是教他要低頭。 他的自傳最後寫。 他的自傳最後寫。 我一生最大的收穫。 我一生最大的收穫。 就是有一次撞到頭。 就是有一次撞到頭。 然後他告訴他, 我只要低頭。 然後就告訴我要低頭。 低頭的時候我就平安無事了。 低頭的時候就平安無事。 他學到的功課就是謙卑。 他學到的功課就是謙卑。 今天你沒有相信耶穌。 我對個不知超過十個人都說一句這樣的話。 我對超過十個人都說過一句話。 當你一路不相信耶穌的時候。 當你陣陣有詞的時候。 當你陣陣有詞的時候。 還覺得牧師做的事情不可思議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只要你稍微謙卑一點。 只要你稍微謙卑一點。 可能你相信耶穌會近很多。 可以。 你可能相信耶穌就近很多了。 謙卑一點。 謙卑一點。 耶穌教導我們。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 純心去謙卑。 以基督的心為心是怎麼樣的呢? 以基督的心為心是怎麼樣的呢?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顧及別人。 我們要顧及別人。 你看菲律比書第二章六到八節。 我們看菲律比書二章六到八節。 因為耶穌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虚子。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成為人的樣子。 就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順福。 以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哪裏找到故及別人的字。 你告訴我。 在哪裏看得到顧及別人的字呢? 字就沒有了。 但是你想想個意思。 想想意思。 這位耶穌本有神的形象。 作為耶穌本有神的形象。 他不以神同等為強奪。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結果被釘在十字架。 結果還被釘在十字架。 為什麼釘在十字架? 為什麼釘在十字架? 今天不用解釋你會知道。 今天不用解釋你會知道。 那是耶穌要為了我們的緣故。 那是耶穌為了我們的緣故。 因為愛我們的緣故以至 釘在十字架上。 因為愛我們的緣故而釘在十字架上。 他是不是顧及別人。 他是不是顧及別人呢? 我和你是被他顧及回來的。 我們是被他顧及回來的。 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因為主耶穌老早已經顧我們了。 因為主耶穌老早已經顧我們了。 你有沒有顧及別人? 那我們有沒有顧及別人? 這是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做事應該有的態度。 聖經告訴我們第三樣事情是顧及天父。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他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他顧到天父如何愛世人。 他顧到天父如何去愛世人。 以至他甘願反倒虛己。 他甘願反倒虛己。 顧及天父。 顧及天父。 今天我們相信耶穌的人。 今天我們相信耶穌的人。 我們當然不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但有沒有一個行動顧及我們的天父呢? 那有沒有一個行動是顧及天父呢? 意思就是我們為我們的天父做事呢? 我們為天父做事。 我們願意為我們的天父做事。 當天父要我們做事的時候, 我們是否願意為他呢? 自己可以想啊。 自己可以想一想。 還有一樣事情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們看一下。 怎麼可以幫助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呢? 怎麼樣去幫助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呢? 從聖經告訴我們。 從聖經告訴我們。 你勾畫出來。 我今天給你看這些經文,你勾畫出來。 我們勾畫出來今天看的經文。 這支經文裡面有一個詞語叫順復。 這一節經文裡面有一句話是順復。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復。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復。 比如說比書第二章12到16節。 比書12章到16節。 起碼你找到兩次講到順復。 起碼找到兩次是說到順復。 好像給我們知道我怎樣幫助我們。 如果你願意順復。 是說到怎樣去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願意順復。 當我們願意順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到耶穌怎麼想, 我們就怎麼想。 耶穌的順復功課, 剛才讀教我心裡柔和占卑。 你們當負我的鵝。 你們當負我的鵝。 因為耶穌已經帶上那個鵝。 順復的帶上。 學我的樣式。 並且要行。 所以那個怎樣幫助我們呢? 你學習順復。 怎麼樣去幫助我們呢? 就是去學習順復。 願意順復的時候。 願意順復的時候。 你必然能夠 沒有那麼以自我為重心。 我們就能夠不用那麼以自我為重心。 而且跟著基督的樣子學。 而且跟著基督的樣子學。 我最後都帶一些東西出來。 最後也帶一些事情出來。 到底我們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什麼好處呢? 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什麼樣的益處呢? 有三樣。 我拉過就算了。 我提一提就算了。 讓你自己回去再思想。 讓大家回去再思想。 如果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做人。 如果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做人。 我們可得安息。 我們可以得安息。 可享安息。 可以得享安息。 這是《法律法》第十一章。 我們剛才讀過二十八月九節那裡講的。 二十八到二十九節說。 凡老虎擔重擔的人可以得。 凡老虎擔重擔的人可以得。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使你得安息。 跟著講到我心裡又和謙卑。 然後就說到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兒是我的樣子。 你們當負我的兒是我的樣子。 你們就可以得享安息。 安息不是完全等於, 哎呀我死了就安息了,哎呀, 然後這樣就死了。 安息並不代表是我死了就可以得安息。 這裡是說到我們內心得逐一份的平安。 這裡是說到我們內心的平安。 你有了耶穌的心為心。 以耶穌的心為心。 你不會那麼固執。 就不會那麼固執。 你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 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 你不會那麼容易鬥忌人。 不會那麼容易妒忌人。 你內心是不是平安一點。 內心是不是平安一點。 你會得到這些的安息。 我們會得到這些的安息。 第二。 你的益處就是在那製造成得救的功夫。 益處就是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 那你說為什麼? 怎麼說呢? 你不是說過嗎? 信了耶穌就得救了嗎? 相信耶穌就得救了嗎? 為什麼還會造成得救的功夫? 什麼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 這是第十二節最後一句話。 這是我如何得到這個益處呢? 如何去得到這益處呢? 意思其實是這樣的。 意思是。 我們已經得救了。 我們已經得救了。 我們每一個相信耶穌的人都得救了。 我們每一個相信耶穌的人都得救了。 你在你的生活裡面。 我們在生活裡面。 你有沒有行出得救給你的恩。 有沒有行出得救給我們的恩。 以此走出得救的本色出來。 以此走出得救的本色出來。 這是得救的功夫。 這是得救的功夫。 因為我們這樣行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樣行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相處的和諧。 我們的相處就會比較好心。 我們就見到那份的關愛。 有一份的關愛。 就見到那份的童心。 看見一份的童心。 這就是作成得救功夫的一次。 這就是做出得救功夫的意思。 最後也讓我們得到獎賞。 最後也說到讓我們得到獎賞。 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 然後耶穌願意來到地上。 耶穌願意來到地上。 釘在十字架。 聽在十字架。 所以神將他身為至高。 所以神將他身為至高。 並至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就是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他就是天上的地下地上的。 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下的。 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這是耶穌的賞賞。 並且使用榮耀歸於父神。 並且讓榮耀歸於父神。 相信願意贏在地上做的時候。 將來神一定都同樣的獎賞賞給我們。 將來神也會給同樣的獎賞給我們。 Briant只對你說有忠心有良善的同樣。 不單會說你是忠心有良善的同樣。 我會跟你說你不是一個以自我為忠心, 而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人。 你也是一個不是以自我為忠心, 而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好稱你是一個耶穌基督的好門徒。 會稱你是耶穌基督的好門徒。 所以榮耀歸於父神。 最後,我問你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活在後現代裡面。 你是否願意回歸此現代? 我們是否願意回到前現代? 以神為中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 不可以不知不覺被吞進去。 不要不知不覺被吞了。 因為魔鬼仍然在當中, 彼得前書五章八節說。 在彼得前書五章八節說。 他說這個魔鬼還在怎樣呢? 他在遍地遊行。 魔鬼還是在遍地遊行。 一定要警醒。 一定要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就像吼叫的獅子。 不是蛇。 將來是龍。 將來是龍。 現在就是一個吼叫的獅子。 天地遊行。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日的人。 尋找可吞吃的人。 他不單是一隻會叫的獅子。 我想起一個小的故事。 可能你也聽過。 讓我想起一個故事。 可能你也聽過。 講到一隻青蛙掉了水缸。 掉了一個人特別做一個金魚缸的缸裡面。 青蛙掉進了一個金魚缸裡面。 本來那個水溫是非常好的。 後來人將它加熱。 後來人將它加熱。 他也不覺得怎麼一回事。 原來你慢慢加熱的時候。 讓你繼續加熱的時候。 慢慢加熱的時候。 慢慢繼續加熱的時候。 那青蛙不會走。 青蛙就不會動。 結果死在那裡。 結果就死在裡面。 如果你一加熱它可能會跳出來。 如果你一加熱它可能會跳出來。 意思是說什麼呢? 你不知不覺當中。 你就是這樣被它努力了。 在不知不覺當中就被吞噬了。 今天在這個後現代主義的時候。 在後現代主義的時候。 我們不是不知不覺當中。 就是這樣去了離開神的。 發布的我們不是這樣不知不覺當中就離開神了。 甚至最後死去了。 甚至最後死了。 那是我們要警醒。 哪是要警醒。 以至知道我們處在什麼年代裡面。 以至知道我們在什麼樣的年代裡面。 檢視自己。 我是否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是否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祷告。 請你天后順利幫助我們。 雖然很多事情。 今天很多的資料放到我們裡面。 讓我們不忘記一句說話。 叫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讓我們檢視我們自己。 到底現在。 我的心是歸向誰呢? 讓我們才會明白。 以至我們更懂得。 怎樣學習你的話語。 看到你以我們所做的是什麼。 祈禱奉知耶穌的命。 阿明。